你怎么打人干什么 我都知道谁 明白吧 你可以打我 你说这啥意思 你打我吗 你不是害羞吗 你打我吗 教练 咱这包含就这台头 就这个台头 求助人秦先生 是河南华瑞广电产业 有限公司的员工 前两天 公司突然起了大火 刚好在附近的他 不顾自己的安危 立刻冲进去灭火 凭一己之力 挽救了公司价值 2000多万的电脑设备 大大降低了公司的损失 我前两天公司失火 我去救火 在救火过程中 衣服被火烧了 当时里面是 价值2000多万的 那个电脑设备 如果当时不及时的去救 那个厂房就会炸掉 结果是到最后是 不但没有奖励 然后现在连衣服也不想赔 然而成功救火之后 公司不但没有给秦先生 任何的奖励和表扬 就连他救火烧坏的衣服 都不愿意赔偿 一个数十亿的大公司 真的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员工吗 公司的态度 让奋力救火的秦先生 感到非常的寒心 尽心尽力的做好事 最后却是好心没好报 公司不奖励就算了 连最基本的对待都得不到 公司的这种态度 让秦先生非常失望 要是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真的要考虑清楚再帮忙 而且被烧毁的衣服 还是他妻子送给他结婚纪念日礼物 直到现在 他都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妻子 他现在只希望公司 能有一个公正的态度 把衣服钱赔给他 到时候好跟妻子有个交代 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 记者跟随秦先生 来到了河南瑞华广电产业有限公司 然而刚到门口 他们就遭到了保安的阻拦 这个必须在经过 我们常理来 然后领导股门 这个然后我们没有 你给他打个电话 你给常理给他打个电话 这个你们去联系 好吧 不是我们学的 我们不知道得联系法事 如果让你跟他联系 今天领导也都不上门 面对记者的好言好语 公司的保安态度非常强硬 不但不准进去 还不允许拍摄 最后记者和秦先生 在门口等了足足半个小时 才等到了当天的值班经理 面对经理 秦先生的诉求非常简单 他只希望公司 能把衣服钱赔给他 苏经理表示 秦先生的诉求 他已经知道了 而且之前确实有说过 赔偿的问题 其实不管是在企业 还是在生活中 秦先生这种奋力救火的行为 都是应该被表扬和提倡的 然而公司这样冷漠的态度 只会让员工感到寒心 就在特派员跟苏经理进行协商时 一旁的保安人员 再次无理地对待众人 这事他要解决 他不是说要由你来 当事人之间有当事人 对你也不是当事人 包含负责人 我希望你做好赶包 公司的负责人给他说话的 我希望你都要说好 我是吧 我在做赶包工作 我给经理干这参话的 明白吧 既然咱公司的负责人出来了 你不要给我发屁意好吧 我没给你发屁意 你没发屁意 你怎么拿谁干什么 我就这么大声音 看到这样的场景 秦先生无奈地表示 就算他天天站在这里 公司都不会搭理他 当初他找领导的时候 领导就是这种 嚣张冷漠的态度 谁都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诉求 就遭到了公司 如此粗暴的对待 就连记者的采访求证 都遭到了粗暴的阻拦 可以想象 如果只是秦先生一个人来 公司会积极地给他处理吗 为了解决问题 特派员再次跟苏经理 进行了交涉 他对苏经理提出了两个建议 首先 秦先生这种建议勇为的行为 作为一个大企业 是应当给予相应的 鼓励和表扬的 其次 秦先生的衣服 是因为挽救公司损失 才被烧毁的 作为受益的一方 企业有义务赔偿秦先生的衣服 希望企业能够妥善处理此事 别让好心人心寒 作为这个秦先生那天 晚上收获了 首先他去深究这种行为 咱应该给予肯定 是吧 做了 就要对他进行鼓励和表演 咱不要叫这些建议勇为的 这个人 汉行 好吧 这是第一天的 秦先生现在既然 他的衣服损坏了 再有个水份 是不是 那他老婆不知道是衣服的 衣服是他老婆 结婚了几年 日出给他买的衣服 现在他不敢跟老婆说 他无法交代 听到特派员的劝解 苏经理表示 秦先生建议勇为的行为 确实值得表扬 关于衣服的赔偿 他们也会尽快处理 对此 特派员再次跟苏经理反应 希望他能跟领导沟通一下 尽快处理赔偿问题 公司应该是 不是叫秦先生招作的 而是注重跟他说 你这是我咋给你处理 是吧 你这是不是咱公司应该错了 是吧 而不是叫秦先生 这多次的跟他在招 是吧 是不是你下边给领导说说 看下边对他问题 能不能今天罗事一下 又在大门口等了30分钟 秦先生收到了公司补偿的2000块 不过秦先生 已经不愿意继续在这里工作 办理了离职手续 虽然有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但秦先生表示 如果下次再遇到同样的事情 他还是会见义勇为 挺身而出的 如果就是公司现在赔了我2000块钱 算是这件事算是结束了 通过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公司让我很寒心 所以我选择了离职 因为咱再与这事 万一咱还要继续发扬咱们的风格 我是对不对 对 我还会继续救 因为我觉得这是做一个男人的一个本分吧 另外这个事 你回家可以给老婆公开地说一下 我也希望你男人 对你的这个行为给你肯定 看到最后 我认为经理的那句 救火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是有问题的 面对火灾 秦先生有义务报警 有义务协助消防部门 但他没有义务 不顾自身安全去救火 这次还好只是烧了一件衣服 公司都不舍得赔偿 如果不小心烧伤了人 你们认为这样的公司会愿意赔偿吗 虽然秦先生表示 还会继续建议勇为 但是这样的事情 或多或少都对他的积极性 造成一定的打击 在这件事情中 秦先生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 无愧于心 那公司有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一起分享更多身边故事